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兴呀 今天不是很流行这种复古蛋糕吗 前段时间大兴就用黏土和泡沫 做了一个这样三层的蛋糕摆件 里面是泡沫哦 那今天呢就要来做一个同款的蛋糕声控球 我们开始吧 先准备一团深蓝色的黏土 把它压成正方形 来做蛋糕最下面的一层 这一层的尺寸应该是八寸的 然后呢,上面六寸和四寸也做出来 再给它分别加上装饰 大家随便怎么装饰都可以 复古奶油蛋糕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丰富 每一层过度的地方呢 用黏土扭一扭 切断之后呢 做成奶油装饰上去 最后一步就是涂上我们的透明指甲油啦 涂这一步的话尽量在风干的 就是比较透风的地方进行吧 不然味道会比较大 那放了一个晚上之后呢 这样一个三层的蛋糕声控球就完成了 是不是跟那个摆件还挺像的 下面就开捏咯 太大团了 真的是不太好揉匀 冲锋揉完之后呢 有一点像马尔代夫的颜色 不过呢要再深一点 然后这样一团黏土 大家把它密封好之后呢 我们下次还可以进行二次利用 这样子就不会浪费啦 那今天的解压声控球就到这里啦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话 记得在评论里告诉大兴哦 然后别忘了给大兴点赞 明天见拜拜